看到本期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家用农机具 或者是我们家用工具上的一个简单的小手柄结 那么这个手柄结啊 咱们先讲一段历史啊 最早期可以追逐到二战时期侵华日军的时候 因为到1942年到1943年之间的时候 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这个时候由于日本大量的调集军队前往太平洋战场 致使国内的资源紧出 所以每一个日本士兵只配发一把这样的刺刀 而随着作战长途跋涉或者是战火的削减 这个木屏时间久了就会腐蚀 那么有很多有经验的日本兵 他们是从日本大阪本土过来的 因为日本大阪本土有很多都是农民出身的 都是农民出身 他们被征兵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所以说他们就运用了家中农机具绑手柄的一种技巧 找了一根不起眼的绳子 把手柄绑起来 以达到缓解手柄继续腐蚀的效果 那么就一个日本老兵回忆啊 他们当时在参加新兵训练的时候 他们的叫武田佐夫的一个长官 找来了四个八路军游击队员 三男一女 当然这四个八路军游击队员已经被打得战力不稳了 然后武田长官命令他们把刺刀上上 用刺刀去把这四个游击队员杀害啊 后期这个日本老兵再说的这些什么东西 我就听不懂了啊 咱们现在无需要说这些没有用的 咱们只知道清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队形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手柄肩 首先我们把绳子调整长 一长一短 那么短的地方留出来一块绳头 前方留有一段距离之后 我们后方这根掐住这里啊 这个短绳大家看长绳要到下方压住短绳 从手远开始腐蚀的地方慢慢 由下端向上端这样缠啊 也就是每缠一圈的时候 我们都要把它锁紧一下 为了让它达到更加 更好的效果 或者是达到更加的效果 咱们就是这样啊 一圈压一圈的往上铲 因为一旦有了这个绳结的保护之后 这个刀柄的腐蚀就会加慢 那个时候日本的钢柴呀 或者是木柴呀 都是很紧缺 所以他们每个士兵配发的 均需物品或者是集养都是特别有限的 如果保存不好 那么接下来在作战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他们的木柄全部腐蚀 也就是没有了啊 呃缠的时候尽量把后方我们都给它收紧一些啊 大家看 缠到最后一圈的时候 我们把后方整理一下啊 整理一下之后 事先留有好的绳眼 把短绳头直接穿进去 穿进去之后 然后我们 尾部留有这根单绳 一拉几 直接就收紧啊 这个手柄也非常的结实 是非常的好用啊 拿出来大家看一下啊 非常握着非常舒服 这呢 对这个手柄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非常不错 我们家里的农机具 或者是家庭用具等 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去讲手柄保护一下啊 尤其我们家里用这个斧头罢了 或者是锄头罢了 像这种木头的啊 它都会有一定的道事 也就是说在使用的时候 这种小毛刺很容易扎进手里 那么我们用一根绳子 把它绑上之后 既能防滑 又能起到不扎手 特别实用啊 在日本这个四平当年 发明这个绳结的时候 也是非常厉害啊 啊 这个 挺好的这个绳结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 虽说年代有些久远 但是用起来啊 十分好用 特别的方便 特别的好用 谢谢大家